各位同學我們這個章節是要介紹MOS FET直接偶核串集放大電路模擬以及直流的量測 我們這個單元主要在學習我們直接偶核串集放大器的直流分析以及我們直接偶核串集放大器的電路模擬還有直接偶核的電路實驗的部分 直接偶核串集放大器直流分析 首先我們要分析直接偶核串集放大電路的直流分析 我們先看一下第一集 第一集我們要先求得VGSE VGSE我們要求得的時候要先從VGE還有VSE先求得 VGE我們可以透過分析式偶核電路的方式求得它的公式是VDD乘以RGE加RG2分之RG2 VSE剛好會等於IDE乘以RSE 那這樣這兩個數值相減就會是我VGSE 那我求得VGSE呢我還需要跟我的另一個公式 就是IDE等於KE乘以VGSE減掉VTE的平方 我們來解連力求得我們的IDE電流 當我們求得IDE電流之後呢我們就可以進一步的透過歐姆定律 我們下去求得我們的VDE那因為直接偶核我的VDE剛好就會直接等於我第二集的VG2 那下一個步驟呢我一樣還是需要求得我的第二集的VGS2 那VG2已經知道了是透過前一集的VDE可以得到 那VGS2呢會等於ID2乘以RS2 接下來我們一樣要跟ID2的公式我們進行解連力求得我們的ID2的電流值 那接下來再求我們的VG2的電位 直接有串級放大器的電路模擬 首先呢我們要進行直接有串級放大器的模擬呢 我們要進行直接有串級放大器的模擬呢 我們需要調動了有兩個地方的可編電阻 分別是第一集的VRE100K 那以及第二集的VRE500Ω 那中間我們還有一個那個SW開關我們來進行切換 那首先呢我們在調整的時候呢我們調整可編電阻VR1 讓我們的VGS1會等於2.5伏特 那我ID1呢就會等於25mA 那調整好之後接著我們再去調整我們的可編電阻VR2 讓我們的VGS2等於2.5伏特 那ID2呢等於25mA 接下來再測量MOS F5ET的VDE這兩者的數值 根據TINA模擬結果呢我們進行量測 分別我們將VR1呢調整成84.6kΩ的時候 我的VGS1呢會等於2.5伏特 那我的ID1會等於25mA 那我VR2呢調整成140Ω的時候 我的ID2會是25mA 那我VDE跟VDE分別都會是處於6伏特的狀態 直接偶爾串集放大器電路實驗 那首先呢我們的電路實驗步驟如下 一開始我們先調整VR1 讓我們的VDE等於6伏特 那這個時候呢我們的ID1呢會等於25mA 那一樣不相等不等於25mA 我們去調整我們的VR1 那接著我們測量我們的VGSE跟VDSE 那接下來我們去調整第二級的放大器那邊的VR2 一樣讓VD2等於6伏特 那這時候呢我們ID2呢會等於25mA 那一樣不相等就去調整我們的VR2 再來測量我們的VGS2跟VDSE 接下來我們去判別我們電極體上面的 是否工作在我們的夾子保和區上面 那接下來將VR1跟VR2移開 我們來測量它的電阻值 那根據左側的電路我們把它接成面包板 那參考電路在右側這邊 那同學也可以利用這個參考電路來接線 首先呢我們將我們的電壓表放在圖的位置上面 我們去量測我們的VD1 調整我們的VR讓VD1等於6伏特 那根據我們調整 我們讓我們的三用電表 數位電表上面呈現的標示是6伏特的位置 接下來呢我們接上電流表量測我們的ID1 觀察電流是否為25mA 那不是的話我們就繼續調整我們VR1 那實驗的時候運氣比較好 剛好調出來是25 直接量測是25mA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就可以快速的過去 如果沒有那我們就要繼續調整我們的VR1 接下來我們去量測我們的VGSE跟我們的VDSE 了解我們的第一顆電競體的工作點 那根據量測的結果 我們VGSE呢是2.61伏特 那VDSE呢是3.17伏特 那同樣道理我們繼續量測我們的第二顆電競體的狀態 那一樣我們要讓我們的VD2呢是6伏特 我們繼續調整我們的VR2 那這是我們量測出來的6伏特的位置 同樣的我們也要去測量我們的ID2是否是25mA 如果不是我們也要調整我們的VR2 那當時量測出來的電流呢 大約是27mA 那我繼續調整我的VR2 500Ω那個位置 讓我的ID2的電流接近25mA 也就是現在圖上左側所看到的圖 的數位電表上面所顯示的結果 那接著呢 接上電壓表 分別要量測我的VGS2還有我的VDS2 那我第二顆電競體的VGS2呢 測出來是2.62伏特 那VDS2測出來是2.74伏特 那根據我們的電競體的判斷式呢 我們判別式 我們可以判斷出 這兩顆電競體 我們都是處於加之保護區的 也就是正常放大地來使用 那接下來 測量結束之後 我們將VR都從電路上移開 我們分別去測量VR1還有VR2 那VR1測出來的結果 大約是84.8kΩ 而VR2測出來大約是144.5Ω 那我們將實驗結果做一下整理 我們TINA模擬出來的結果呢 VGS1、VGS2都是在2.5伏特 那VDS1跟VDS2都是3伏特跟2.5伏特 那我們電路的實驗結果 分別是2.61、2.62、3.17以及2.74伏特 那可變電阻部分 兩者就蠻相近的 TINA模擬出來的VR1呢 大約是84.6kΩ 電路實驗的結果是84.8kΩ 那可變電阻的第二顆VR2的部分呢 TINA模擬出來是140ΩΩ 那電路的實際 測量的結果也很接近 是144.5ΩΩ 那也就是模擬跟我們實驗結果 基本上數據不會差異太多 在小節的部分呢 我們主要是讓同學了解呢 直接偶合串起放大電路的直流原理 那學習直接偶合串起放大器的直流電路實驗的方法 這是我們參考的資料 那MOS FET直接偶合串起放大電路模擬與直流的量測呢 他主要是在介紹他整個模擬的過程 以及實驗的步驟 那如果同學在實驗當中有任何問題的話 老師可以建議同學可以反覆的閱讀影片 甚至呢可以將影片定格 來觀察整個量測的位置 老師在麵包版的模擬版的設計上面 將每個接法都設計得非常詳細 那歡迎同學多次的閱讀影片 那如果有問題 那也請同學可以上討論區 與老師進行討論 字幕提供